煙花颱風雖然沒有發布陸上警報 不過帶了外游環流影響 可不曉像是我們現在在淡水 就可以看到現在呢 河面上的水是一度的都已經淹到路面上來 淡水正雨不停下 河邊風浪不斷淹上路面 二艘清晨是淹花離台灣最近時刻 氣象局也針對幾個地區發布淹水警戒 包含北市大安區一級警戒 北投士林二級 新北市五谷 盧州三種區同樣是二級 另外還有新北淡水都有淹水狀況 現在剛好利用這個雨停的時間出來溜溜口 沒關係啊來看看海浪啊 好久沒出來了 想感受一下那種不一樣的感覺 不過氣象專家就坦言 台風外圍一條螺旋雨帶進來 讓北台灣多處下起強降雨 氣象局針對12個縣市發布豪大雨特報 包含台中以北縣市 以及南投 雲林 嘉義 宜蘭等區 都有瞬間強降雨 再從定量降水預報中也顯示 北台灣降雨已突破110毫米 清晨到上午這段時間喔 颱風外圍的環流的雨帶還是影響北台灣地區 那我們預估在桃園山區以及新竹山區 雨量可能會來到大豪雨的等級 從路徑圖來看目前煙花中心位置 暴風圈已經進入台灣北部海面逐漸北上中 因此北台灣降雨明顯 預計上午11點半解除海上警報 降雨在今天下半天之後就會逐漸的緩和下來 不過隨著颱風北上漸漸會帶來西南風 在今天的入夜之後 南部地區中部地區開始要注意 降雨的機率就會提高 下週一開始將在華南打轉 持續到8月2號形態都不會改變 天氣將是迎風背風兩樣勤 西南部雨是得注意中南部大雨會下一周 民眾要嚴防 致災可能 TVS新聞將找的張惠賢 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